是劉慧卿議員 主席 劉慧卿議員 到你發言 如果再不聽 主席已經最後裁決了 我就只能夠 作為你是一個行為不檢 這樣作為一個 要求你離開 離開會議廳 劉慧卿議員 由你發言 劉慧卿議員發言 三分鐘 劉慧卿議員你發言 主席 我要罵 我已經講了很多次怎樣處理 在規程問題 我是有一個責任 現在要維持一個 在規程問題處理了相當一部分之後的一個決定 我會有機會再處理 我現在告訴大家 現在我已經是信了 如果繼續處理所謂規程問題 是使得會議 是無法進行的 所以我是認為 馬上進行完先 我們已經在 之前安排了的 包括完成了上一次會議 未完成的一個部分 發言的就是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 劉慧卿議員三分鐘 請陶謹申議員 如果我再 已經重申了幾次了 如果再講我已經沒有辦法 我就只有運用我的權力 我會 我會稍後再處理 有任何的規程問題 但是不是現在 我已經再講了一次 請大家 請大家尊重議會 尊重主席的 現在的決定 稍後我看具體的安排 我再作主理 我現在已經再重申一次 不希望大家再在這裏面爭論 下一位劉慧卿議員 主席 我相信你主持會議 要維持我們委員會的威信 你是要看回議事規則 和所有相關的程序 如果你不是很熟 或者可以叫法律顧問和秘書 協助你 但是有些事情 如果提出 是要立即處理的 主席 你是不能避免的 你不可以用各種原因去推躺 你都知道 其實現在很多市民 是看著我們開會 無論哪一個派的議員 都不希望任何人做事 令到立法會很丟架 大家雖然有不同的看法 但是都是有板有眼地去做事 我希望你自己都很明白你的職責 我也跟你說 我有時衛高勢危 就是很大壓力的了 主席 說到37A的內容 37A 大家都不太明白 你怎樣去行使你的權 大家在程序找不到那條 以往的做法 也都不是這樣 主席 我也向你提過很多次 如果你真的想給大家去討論 是應該準備一份文件 說回以往是怎樣做 是哪一條 是給主席有什麼權 或者沒有什麼權 是大家一起去商議 其實主席我也多謝你 你幾次跟我們一起關門去談 其實你很… 即是很合理 大家覺得你… 但是出來這裏 就好像變了另一個人 即是… 我們就嚇了一跳 主席 即是… 如果你是合情合理 大家會… 是希望這個會議是很暢順去做 但是大家如果有規程問題 如果你不是再清楚 你可以再問一下秘書和法律顧問 你是應該去第一時間處理 如果同事問一些事情是很無理 好像你說是他阻礙你的時間 問了出來看得到的 甚至你說 你又不是規程問題來的 那你可以不處理 但是你也不給機會人問 或者說 我稍後再問吧 如果是這樣怎麼行呢主席 所以我希望你 有些事情是很難做的主席 但是越難 就是越考你有沒有這樣的本領 我希望大家有規有矩 去舉行我們的會議 如果你想問法律顧問和秘書多一些意見的 我希望你有些時間 但是規程問題 提出的一定要有原因 你可以問他第幾條 但是你是要立刻處理的主席 好 好 高雄議員 好